市长柯文哲局处首长与台北市客家里长联合会举行111年度的座谈会 共同为推广客家文化努力 包括语言文化活动进入林立 让民众有更深入的了解与学习 柯文哲市长对我们客家人的支持 尤其每年配合我们台北市客家里长联合会举办座谈会 每年都在市长的流民传厅 我们今天出席的三四十个客家里长发言的非常踊跃 包括里内有很多淹水 有很多道路没有开辟 有很多都更 还有一些客家文化的传承受到阻碍的部分 我们每个里长都把他自己个人碰到的困难 透过今天的座谈会 一来向市长以及各局处来报告 也请他们能够把这个东西改善 也非常谢谢市长当场就答应就解决了很多问题 我想这一次最主要客家里长联合会跟市长一起来座谈 那我觉得一方面在传递这个客家事务如何来推广 给我们市府一些建议 那当然我们客委会因为长期在推动台北市的客家 不管是语言或是文化的传承 所以我们很希望说可以借这个机会让所有这些里长们和我们一起合作 把真正的客家语言文化深入到邻里里面 然后真的有效地让这个语言文化传承下去 我想一方面里长是我们这个地方最基层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他们实际上扮演了很多这个代替人民来发声的部分 所以很多里民们对于不管是礼物上 礼政上的事物 或者是他们对于一些语言 客家语言的推广 他甚至有的里长是建议多开班 开这个客语班 那也有里长是建议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办法让这个更多的客家文化的活动 可以进到这个邻里里 那我想他们都提了很好的建议 我们回去也会想办法来再加强 里长主要是逆记台北市客家人的这个感情 所以我们台北市的客家里长 常常我们会相聚一起 如果里内有一些什么碰到有什么问题 或者希望要帮客家做什么事 等等的一些问题 大家都提出来 即使广义 大家共同来把这个整个客家的文化发扬以及传承 会后参序大家相聚在一起 12区区长也一同联系情感 场面热闹无比 圆满成功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